加入效率何种化物 可以用颜色变化来区分锡跟碗类 锡是碳碳之间具有双剑 唯不饱听 然而碗类则全为单剑 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碗类的反应 碗类缺乏化学活性 不受浓硫酸强氧化剂 譬如过膜酸强氧化剂 墙还原剂或者墙顶作用 但在某些条件之下 可以发生乳化反应 也就是跟乳素 就是乳素 但条件需要在照光情况之下 消化反应 脱轻热裂解以及燃烧反应 因此就常温常之下 不照光的情况之下 ABC注意都均不与碗类反应 然而锡具有双剑 双剑基本上是可以进行加成反应 然而加成反应 也就是双剑常常会与四个东西进行加成反应 乳素 乳化氢 氢气 以水进行加成反应 也就是这四个当作反应物来使用 锡类也会碰到 强氧具过膜栓甲进行氧化反应 残物为 二唇类以及二号码棕棕色沉淀 因此我们看来各选项 锈 乳素 氯化氢 也就是乳化氢 水 以及氢气 还有过膜栓甲 这四个再有催化剂条件 或者是必须要催化剂条件 都会跟双剑反应 然而题目是说要用颜色变化来区分 因此我们先看到 A选项 锈 锈的氏氯化碳容易为红色液体 基本上可以用来检验双剑存在 因为它可以跟双剑反应 产生乳碗类 如环几锡 透明无色 加入氧氯化氧容易之后 它颜色就退掉 因为会变成乳碗类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C选项 地方都为无色的气体或液体 因此有变化 也是无色变无色 看不出来 无法用颜色来判断 E选项 过膜双甲为紫红色的水龙液 与双剑反应变成二元醇之后 它会产生 棕色的二氧化母沉淀 因此颜色也会变化 所以 答案为 A E选项 颜色会变化 B选项 0 0 谢谢观看